陳以琪, 呼音歌手 表面看來 她跟一般年輕人一樣沒有分別 愛玩愛笑 但是, 有誰會想到她曾經抑鬱 引起情緒和行為上極大的困擾呢? 放假時間, 七時就要起床 我會到她的房間 她一邊化妝時 我一邊要跟她說 我今天要做甚麼 做多少、做多久和做了沒有 如果我做不完的話 那天回來她就會打或罵 我真的打得很厲害 我打到後來回學校時 社工提到 社工是要求要見我的 很小時候, 媽媽說我寫個零字 寫到整個綠字 我很在意那件事 我經常都拆拆拆拆拆拆 總是覺得 都寫了 其實都寫了算 已經不為差 總之要拆到自己安樂為止 整個人經常都很焦慮 我完全沒有體會到 一個小蚊子的天真無邪 就是需要特別的沒有愛 帶我03年回來之後 我看到我媽媽靠著上帝 走過去的一生 好好喜樂一個主內姊妹 那於是我慢慢做 我怎樣做呢 我就是開始回教會 多點回教會 我有精神的時候 我就去看全讀書 有事件令我不開心 我經常和上帝 心裡頭 和他聊天 告訴他我怎樣不開心 我張開眼睛 走路街頭 我都是這樣做 當我間中有些感恩的事 很開心事 我又和上帝說 我就告訴他 我每天都這樣走 所以我和上帝成為神人之記 你每天起床都要去學習放下你自己 去宣傳祈禱 去安靜 在床上不需要做任何事 但你是和神有個聊天 神的話要進入他的內心 改變他對自己情緒的看法 就是將他屬靈生命一個大改變 他的人開心了 而且他就充滿自信 很樂觀 很積極 特別是樂於和人建立關係 就是投入服侍 回望過去生命不同高低起伏的片段 琪琪和媽媽都找到喜樂人生的秘訣 他們接受了這份生命的禮物 將看來灰暗的人生 變成有封城的人生 這份生命是在哪一天 我們會被帶走到什麼時候 如果是在那裡的天然間 會被帶走到溫暗的人 到哪兒去會走到哪兒去 在那裡的天然間